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美国商业媒体PYMNPS日前发文称 家居产品零售商一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亚马逊等电商巨头的巨大压力 其新任CFO正想方设法开拓线上业务 希望从亚马逊手里拿回曾属于自己的市场 线上领域竞争激烈 PYMNPS的文章中提到 为应对用户消费习惯急速变化的趋势 一家准备加大对其线上业务的重视 增加对线上业务和实体门店的投资 路透社近期也曾报道 一家正面临来自亚马逊的巨大压力 并计划增加对线上业务的重视 并改善线下门店来吸引顾客回流 在线上业务方面 亚马逊旗下已有两个家居品牌 而目前一家在线上业务方面难以与亚马逊抗衡 2017年12月 亚马逊收购了无线安全摄像头公司BLINK 2018年3月 亚马逊先以10亿美元收购了智能门铃厂商BLINK 又参与了加拿大智能温控器公司ECOBI的C轮融资 向智能家居市场扩张的意图十分明显 2017年年底 亚马逊决定不再上线Google Nest的新品 理由是新的Nest恒温器和Nest Secure家庭安全系统存在产品问题 而谷歌也宣布停止为亚马逊Echo Show音箱提供YouTube服务 由此可见 在智能家居领域的美国战场上 亚马逊和谷歌等巨头丝毫没有掩饰自己打压对手的意图 而老牌家居巨头宜家的处境更为尴尬 其在线上零售和科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用人比较熟悉的方式来讲 宜家既错过了新零售的风口 也错过了AI的风口 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对手 只要开始就不是太晚 胡文西奥马兹图Juven CEO Math2曾是宜家印度区的CEO 如今是宜家的CFO 他表示 亚马逊和Flipkart都开始抢我们的市场 当务之急就是拿回曾属于我们的客源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虽然这会给宜家的盈利状况带来压力 宜家会尽全力恢复与消费者的联系 简化购物流程 让顾客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购物 为此 宜家会加大投资力度 至少也会与现在持平 2016年至2017年财年 宜家集团在门店 分销 客服网络 购物中心 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投入超过31亿欧元 马兹图表示 2018到2020年期间 在门店网络拓展 新的城市门店模式 数字服务和电商等方面的投资 都不会低于2017财年的水平 马兹图还提到 宜家也在尽量控制成本 同时优化其他服务 目前 宜家已经逐渐将送货上门和组装家具的服务 推广到了全球各个地区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降低服务价格 提高服务水平 2017年9月 宜家收购了互联网家政服务平台Taskrabbit 就是这方面的举措之一 其实 2016至2017年 投入了31亿欧元的宜家 早就开始发力线上 只是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竞争对手更快的发展速度 让宜家仍然相行见处 从另一个角度讲 用户在宜家门店中可体验 可搭配 可购买 可自提 可配送的模式 不就是现在电商巨头们所憧憬的新零售的雏形吗 宜家的核心产品是家居 但其精髓是给顾客一个他们自己想不到的家的模样 从产品角度讲 大建家居产品的零售早晚还是要回归线下 这并不是在线看了产品图 就能放心下单的产品 从第二个角度讲 宜家在其目标客户群中已有了足够的口碑 通过其独特的设计理念 形成了更为独特的产品风格 在消费升级时代线上拥抱线下的热潮中 电商在价格和便捷度方面所保有的优势 并不能在家居零售领域尽情施展 当然 仍旧无法否认的是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科技与零售巨头们已经对宜家曾安然享用的市场发起了冲锋 他们的在技术和零售方面的优势仍然无法避免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在扩展自身业务时带着横扫一切的态势 宜家被动防御的态势显然还不够力度 写在最后 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老爷子的去世带给我们的是或多或少的怀念 留给宜家的是精神和理念的传承 我们确实不会常常在逛商场的时候感受到家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表示在宜家感受到过 就像不管门店内如何吵闹 逛宜家的人仍能感受到安静 希望心灵受喧嚣的战火中 宜家一年三十一亿欧元的炮弹 不要炸毁这种不实烟火器的传承